你们如果不悔改 你们就没有办法做天父的儿女 因为天不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 但有罪而不救悟到自己最后的人 这个人是没有办法猛受赦免的 耶稣说我来了 乃是叫罪人悔改 我来了不是佛造义人 那些自以为义 以为自己没有罪 以为自己不需悔改的人 他们在我的分发之下 他们都要因为神的公义 神的圣洁受审判下敌 但那些真正救悟 自己有罪谦卑悔改的人 在我的恩典之下 一同领受上帝的救恩 我请问 如果耶稣把人类分发成两种 那请问你是哪种 让我们每一个人好好清醒思想 我是谁 我是不是犯罪的 我是不是犯罪 我救自己的罪 求上帝赦免我 使我免去沉沦 免去灭亡 回到主的恩典之中 得到上帝的赦罪 到了耶稣的救赎 得到宝血的洗净 你愿意不愿意做这样的 我宝贝 得到上帝的灯 我宝贝 得到上帝的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